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为何白月光泡温泉寻欢,不惜给我女儿喂下安眠药,傍晚她终于想起飞奔回家,可眼前一幕,却让她彻底下滩在地。 女儿被大火烧死时,贺尘正忙着和新欢泡温泉。 在女儿葬礼上,她反怪是我的疏忽才导致孩子葬身火海。 她还不知道,我已经在火灾现场发现了她的打火机。 我发誓,一定要她为女儿尝命。 刚回到家我发现家里着火了,周围都是人,消防车和救护车迟迟不到。 我冲进火海,把女儿救了出来,没想到女儿因为吸入的浓烟过多,没有生命体征了。 可是家里却不见丈夫的踪影。 我打了无数通电话,都没人接听,好不容易接通了。 她说了一句,有急事就挂断了。 直到警察上门告知火灾发生的原因时,贺尘才出现。 可她刚见面,就要和我离婚,就因为你回老家照顾你妈,才会导致孩子被火烧死。 害死了童童,你不得好死。 我质问她,那你当时在干什么? 贺尘贺尘急了,大声怒斥我。 你个贱人,孩子都死了。 你是在怀疑我吗? 当时公司有紧急项目,我在开会。 警察告诉我,起火的原因是童童床头的布偶熊倒在了香薰蜡烛上。 又因为紧靠着床,都是易燃雾,或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 贺尘一听,是香薰引起的火灾就大骂。 当初不让你买你非要买,现在童童死了,你满意了。 我知道童童从小就怕火,根本不会自己用打火机点燃香薰。 而且香薰在家里的最上层的柜子里放着,童童根本拿不到。 所以肯定是贺尘。 如果不是他悲痛的表情,我差点也以为不是他害死的童童。 其实在火灾扑灭后,我就回到了家里,发现了床底贺尘丢下的打火机。 而且还有一瓶安眠药,那是我失眠时候吃的。 我通过监控看到就是贺尘为童童吃了安眠药,他却说是因为公司有急事,撒谎成性的东西。 通过手机订单我发现他其实适合新欢去泡温泉了。 本来我是没打算回老家的,我放心不下童童。 是贺尘花言巧语骗我说,妈的病要紧让我赶快回去照顾,家里有他一切放心。 我本以为虎毒不食子,而且我妈病来得及,我没有顾得上太多就回老家了。 最后因为放心不下,临走时就在家里安装了一个小型的监控,就怕出事。 没想到贺尘竟然为了出去和小三约会泡温泉给孩子喂安眠药。 以至于着火后,彤彤还在昏睡,没能跑出来。 看着眼前贺尘丑恶的嘴脸,我发誓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我一周前发现贺尘出轨,就找人监控了他的手机。 为了以后离婚的时候,可以起诉使他婚内出轨。 所以他提离婚的时候,我二话不说,立马答应。 他还在为能和小三双宿双妃窃喜的时候,我的手里掌握的证据足够把他送进牢里。 过失致死,出轨,欺诈。 不过这些还不够,我要让他们为彤彤的死都付出代价。 贺尘找的小三是豪门儿媳沈宁。 沈宁最在意的就是名声。 因为当初他就是为了钱抛弃初恋,转身嫁入豪门。 而这个初恋就是贺尘。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真是什么狗配什么盆,一辈子离不开。 我把监控贺尘手机得来的他们露骨的聊天记录发给了沈宁的老公。 你是谁?为什么要造谣我的老婆? 我都把聊天截图发了,他还说我造谣。 不知道是他被沈宁蒙添了,还是脑子不好使。 没想到还真是脑子不好使。 我趁着贺尘贺沈宁出去开房的时候,来到了沈宁家。 豪华大别墅,修整齐整的花园。 本来我是要找沈宁的老公魏丰。 保姆告诉我在喂他吃饭,让我稍等一会儿。 我还在奇怪三十多岁的人吃饭还不能自理吗? 进门我就看到保姆追着给魏丰喂饭, 魏丰骑着玩具马在屋子里疯跑。 真是大跌眼镜,魏丰竟然是个傻子。 魏丰因为小时候高烧烧坏脑子, 成年后为家人花高价为他娶老婆。 沈宁真是饿了,为了钱嫁给了傻子。 看来这豪门儿媳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计划失败,只能从其他方向入手对付这两个逍遥法外的贱人了。 很快到了彤彤出殡这天。 我从早上就开始给贺尘打电话, 不是挂断,就是无人接听。 童童死的时候,打电话他不接, 现在出病了还不接。 没想到他竟然连女儿最后一面都不见,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看着面前女儿冰冷的尸体, 我嚎啕大哭。 当初因为怀不上孕, 我不停地吃药,看病。 最后还是通过试管才生下了童童, 这么多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他长大。 没想到就离开他这一次, 就用永远失去了他。 火化后, 我准备拿着骨灰准备放到墓地里的时候。 贺尘才气喘吁吁跑来, 衣服还没有穿好。 衬衫打开, 脖子处都是吻痕。 你现在才来, 我还以为你死了。 离婚后的贺尘是彻底不装了, 要不是你当初没有照顾好童童, 他怎么会死? 你也配当童童的妈妈? 我只不过是出病的时候晚来一点, 而你才是害死孩子的那个罪魁祸首。 我听着贺尘的谩骂声, 他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真相。 就是他为童童吃安眠药, 然后把香薰蜡烛点燃助眠, 导致不偶熊被蜡烧烧毁, 从而引起火灾, 害死了童童。 放心, 贺尘, 你不会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今天要不是女儿出病, 死者为大, 我一定会拆穿她的真面目。 埋葬好之后, 我和童童做了最后的告别。 和贺尘一起离开时, 他突然问我, 你最近有没有去过滨江路? 我好像在那看到你了。 够了, 童童没了, 我最近都在家里办后事, 谁和你一样到处瞎跑? 再说了, 我去滨江路干什么? 贺尘看着我痛哭流涕, 就不再追问了。 转头就给沈宁打电话, 放心吧。 她不知道我们的事。 魏家就在滨江路, 她怕我已经知道她出轨, 不愿意平分财产, 就来试探我。 我不仅不会和她平分财产, 我还要贺尘净身出户。 当初结婚的时候, 因为贺尘是个孤儿, 没房没车, 房子都是我贷款买的, 这么多年都是我在还房贷, 她的钱就供家里的日常开销。 本来离婚房子有她一半, 但是现在我已经掌握她出轨的证据, 房子她休想得到一点。 童童出殡一周后, 一个妹妹被贺尘欺骗了的女人 要和我合作。 目的就是让贺尘身败名列, 贺尘当初为了不得罪项目老板, 将手下的实习生 去给项目老板当牛做马, 甚至还拍下视频。 事后威胁女孩不准反抗, 否则就把视频发到网上, 让全网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女孩最后被逼到割腕自杀, 幸好被姐姐发现救了回来。 没想到贺尘又找上她, 让她再去应酬。 说反正已经有第一次了, 肯定不会介意第二次, 说完还拿出优盘威胁她。 女孩不愿意再去, 可自己势单力薄, 连家里人都不敢告诉, 最后受不了跳楼自杀了。 最近女孩的姐姐 才通过女孩的遗书找上了我。 知道我是贺尘的前妻, 也知道我们现在正因为财产分割闹矛盾, 所以找上我准备一起对付贺尘土, 她希望我能找到优盘交给警察, 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 这样她妹妹才能走好。 我知道贺尘土有个很重要的优盘放在抽屉里, 却一直不让我碰。 趁着这次火灾过后, 屋子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 贺尘以为优盘肯定被烧毁了, 还不放心地回家搜查了一遍。 其实优盘现在已经在我手里了, 不过又多了一个人帮我对付贺尘。 女孩的姐姐杨珊, 贺尘没有见过, 所以让她装作是投资人, 拉贺尘入股。 贺尘这个人做事一般很小心, 凡是涉及到钱的, 他都特别谨慎。 所以我们也是谋划了很久, 前妻不停地让贺尘赚钱。 然后他开始越投越多, 也慢慢地放松了警惕。 直到现在贺尘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给了杨珊。 现在这些钱都在我手里, 贺尘如今要钱没有, 要家也没有, 只剩下最后一张要面子的脸了。 当然这也要悔, 目的就是让他一无所有。 当初为了在公司升职, 他可是煞费苦心。 因为公司考核的就是他的人品, 看他是不是个对家庭和工作都认真上心的人。 那段时间, 他天天下班回家陪女儿陪我。 本来以为他终于知道家庭的重要性了, 我也不用再过着丧偶式的婚姻了。 可等他升职以后, 不仅回家次数少了, 就连生活质量也急速下降。 家里连买菜的钱都快没有了。 而贺尘的银行卡却不断有消费账单。 反而, 他靠着宠妻子爱孩子的名声, 在公司担任连生两级一调查才知道, 原来他拿钱都给前任花了, 去安慰沈宁和他孩子的悲惨人生了。 那段时间, 彤彤一直问我,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总拿爸爸工作忙, 过几天回来, 这句话搪塞他。 直到彤彤在学校看到贺尘抱着沈宁的孩子有说有笑的时候, 彤彤再也没问过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沈宁的孩子智力有些问题, 所以在学校的特殊教育班。 贺尘不止去过一次, 甚至在学校亲子活动的时候。 沈宁嫌弃他老公是傻子丢人, 不愿意让他去学校, 而贺尘就充当这个好爸爸形象了。 当时彤彤连续一周祈求贺尘能陪他去学校参加亲子活动, 都被他拒绝了。 彤彤为此天天哭, 最后贺尘嫌烦都不回家了。 再次见面, 就是在亲子活动上他抱着沈宁的孩子说笑。 童童是个聪明的孩子, 不用问到底也知道为什么爸爸抱着别家的孩子。 贺尘根本不配做童童的爸爸,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要让他跪在童童的墓前道歉。 一切准备就绪, 准备收网撕掉贺尘伪善的面具时, 警察上门了。 我因为涉嫌欺诈, 被带到了警察局。 杨山竟然联合了贺尘, 给我下套。 关注我, 每天更新精彩故事。 起初杨山确实是因为想要报复贺尘才找上我的。 谁知贺尘偶然知道了杨山就是那个跳楼女孩的姐姐。 知道了我们两个人的计划, 并且威胁杨山和她合作, 因为她手里还有视频备份。 如果不想让视频内容传到网上, 就乖乖配合她演戏。 杨山妹妹生前最怕的就是视频被发到网上, 所以贺尘威胁她的时候, 她无奈只能答应了。 贺尘做这么一出戏, 无非就是要趁我公布她真面目的时候, 把一切推翻否定。 只要警察给我定了欺诈罪, 那么我之前准备公布的真相肯定就不会有人相信。 我被带到了看守所, 贺尘随后就到了, 安楚寅, 没想到你一个家庭主妇竟然还能想出这么多对付我的点子, 看来你还是有脑子的。 贺尘, 我只想让你去给童童道歉, 跪在她的墓前。 是你害死了童童, 是你。 我在看守所, 私生历劫地哭喊着。 没想到贺尘土没有丝毫愧疚之心, 童童死了, 难道就能怪我吗? 要不是你不在家, 她能被火烧死吗? 你这个人渣, 难道不是你为了出去约会给童童吃安眠药? 她根本不会死。 贺尘神色慌张, 她没想到我竟然知道。 不过很快, 她就不以为然了。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 小心我告你诽谤她, 指着我不以为然地嘲笑。 现在你一个因为欺诈入狱的人, 谁还相信你说的话? 我劝你省省吧, 就算离婚, 你一份钱也拿不到。 贺尘是你不仁, 那就不要怪我了。 你把童童都害死了, 连愧疚都没有, 你就是个人渣。 当时我把童童从火场就出来的时候, 她还在担心贺尘是不是被困在火里出不来了。 所以我不停打电话, 希望贺尘可以快点来。 可是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急得眼泪不停地掉。 好不容易打通了, 她说了一句就挂了, 童童都没有听到声音。 最后, 我只好告诉童童, 救护车在路上被堵住了, 你爸爸去找人疏散人群了。 听到这里, 童童才彻底放心。 童童直到死的时候都在担心贺尘的安全, 而他害死童童都没有一点愧疚。 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 你好女士,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与本案无关, 你现在可以走了。 先生等一下, 你要留下来配合调查。 我被无罪释放, 贺尘被扣在了警局。 杨山来找我的时候, 我不放心, 也调查了一下。 知道他确实是被贺尘害死那个女孩的姐姐, 所以两人一起商量了一个骗贺尘的投资计划。 可是那些钱都打在了贺尘的一张银行卡上。 那张银行卡还是刚结婚的时候贺尘办的, 说是用来还房贷。 可是婚后他一次次在哭穷, 说刚起步工作还不稳定, 让我用存下来的钱来还房贷。 当时我就没有用他的卡, 打款直接走到我的账户。 后来贺尘更是没提过还房贷这件事, 所以那张卡就被忘记了。 刚好这次投资这件事, 我当时担心的就是以后牵扯到我, 所以特意用了贺尘的卡。 现在明面上账户的投资账户流水都是在贺尘的卡上,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贺尘被警察扣下了, 因为当时我和阳山商量, 为了把投资人这个身份演得更逼真。 所以也拉了几个人投资, 本来是打算把贺尘的钱都拿到手之后, 把那些人的钱退还回去, 没想到贺尘直接把我送到了警察局。 那这个诈骗罪他是背定了。 贺尘看着我被放了, 他被抓。 在警察局大闹, 抓他呀, 他才是那个骗子。 一群蠢货, 抓我干什么?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 我可以告你诽谤。 我指着问他, 把阳山叫来, 是阳山和安楚淫合伙骗的人。 我还担心, 阳山来了会说出实情。 没想到, 阳山更加坐实了贺尘的罪名, 他把妹妹被拍视频, 然后贺尘恐吓危险的证据都交给了警察, 并且说是贺尘强迫他做的伪证, 他这里有录音。 阳山把贺尘威胁他的话都录了下来, 告诉警察他就是想离婚后独吞财产。 从始至终,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妹妹报仇。 我不怪阳山背叛我, 毕竟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善终。 但他能这样做, 我也十分感谢, 谢谢他帮我脱罪, 并且给了贺尘重重一击。 我把自己掌握的证据, 贺尘出轨, 并且导致痛痛死亡的证据都交给了警察。 现在再加上强迫恐吓他人, 欺诈,希望他能从众判处。 我离开警察局后去了彤彤的墓地, 哭着告诉他已经报仇了。 彤彤, 贺尘不配做做你的爸爸, 彤彤不要再想着他了。 我的孩子, 来世还做妈妈的宝贝好不好。 直到天黑了, 我才离开墓地。 第二天就接到了贺尘被保释, 有可能缓刑两年的消息。 听到这里, 我犹如经历了晴天霹雳。 明明昨天才把他送进去, 今天就要出来。 凭什么? 当我到警察局的时候, 就发现沈宁带着孩子和贺尘走了出来。 我直接走过去甩了贺尘一个巴掌, 你凭什么出来? 彤彤都被你害死了。 一个丧良心的, 你必须坐牢你要被彤彤赎罪。 沈宁一把推开了我, 公共场合能不能不要大声吵闹。 我扯着沈宁的头发左右开弓, 破坏别人家庭当小三, 你们这对渣男贱女都不得好死。 带着卫风的孩子来接贺尘出狱, 沈宁你真不要脸, 你真不怕天打雷劈啊。 贺尘看我还在哭闹不止, 安楚寅,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这是我的孩子。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贺尘, 你说这是你的孩子。 你就一直没和她断过是吧? 你真是好得很。 她只比彤彤小八个月, 怪不得对她那么好, 你真是个畜生。 你和沈宁这么多年就没有断过, 你这个骗子。 沈宁还沾沾自喜的, 要不是为了救孩子, 我也不会这么快跟你摊牌, 还能多满你一段时间, 让你以为自己有个美满的婚姻。 不过现在为了救孩子, 顺便把贺尘捞出来, 就不得不告诉你这个真相了。 贺尘听到这里, 踹了我一脚, 现在耽误之急, 是给孩子治病你给我快点滚开, 不要耽误时间。 我拉着她不放手, 现在知道着急了, 当初童童被大火烧的时候, 你在哪今天出门我刚好带了一个包, 我使劲砸着贺尘土, 我要你跪在童童墓前道歉。 沈宁看热闹不嫌事大, 催促贺尘快点把我赶走, 影响她心情, 让贺尘快去配刑给孩子治病。 男孩得了白血病, 需要骨髓移植。 为家的人配刑都不成功, 已经知道了这个孩子不是为家的。 就把沈宁扫地出门, 孩子也赶了出来。 沈宁现在靠着买她那些名牌的衣服和包包生活, 还指望着贺尘养着她和孩子, 所以就把贺尘保释出来, 顺便做配刑。 她以为贺尘离婚, 拿了一半的财产, 毕竟买房子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不过美梦注定落空。 她不知道现在贺尘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穷光蛋, 还道欠着别人的钱。 贺尘因为做的那些破事已经被公司辞退了, 现在我拿到了全部财产, 房子也卖了。 当天沈宁就带贺尘和孩子做的配刑, 等结果出来就可以安排配刑了。 等贺尘回家后, 刚踏进院子就被赶了出来。 贺尘不依不饶, 说这是她家, 让人家滚出去。 最后让警察带走了, 理由是扰民。 人家把房本拿出来, 她才知道房子已经被我卖了。 当天离婚, 下午我就把房子挂在网站上出售了, 现在钱也已经拿到了。 贺尘打电话骂我, 安梦盈你竟然敢把房子卖了, 房子有我一半的钱。 要不现在立刻马上把房子买回来, 要不立刻打钱。 贺尘你脑子是不是有泡, 现在是你问我要钱, 你配吗? 除非哪天你为了给彤彤赔罪死了, 我才会把钱借给你一点, 否则你就别想了。 贺尘不以为然还威胁我, 让我等着。 他以为沈宁肯定有钱, 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可沈宁早就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没过几天从为家带出来的东西 已经快被他变卖光了。 孩子治病要花钱, 日常吃饭要花钱。 贺尘想出去找工作, 可是他的名声早就在圈子里传遍了, 没人聘用他。 沈宁养尊处优二十多年, 什么活都不会干。 眼看着余额越来越少, 他们坐不住了。 沈宁大骂贺尘是个窝囊费, 连个钱都挣不了。 你现在去给我求安楚银, 去求他让他给钱我儿子要治病, 已经没时间了。 我告诉你贺尘, 如果你没钱给儿子做骨髓移植, 那我们都别活了。 贺尘知道沈宁没钱后也不忍了, 要不是你把钱都花光了, 现在早就给儿子配行了。 你他妈的还好意思怪我。 当年为了钱嫁给傻子, 现在被发现还被赶出来了。 要不是看你在卫家有钱, 你以为我还会和你在一起。 两人扭打在一起, 孩子在旁边哭喊着。 很快我就接到了贺尘的电话。 他愿意在彤彤的墓前跪着赎罪, 前提是让我给他十万块, 给那个孩子做手术。 我强忍着眼泪骂他, 贺尘, 你可这是个好爸爸。 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害死, 现在又为了救别人的孩子下跪要钱。 沈宁的孩子不是贺尘的, 贺尘不知道, 沈宁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他, 其实他在做完试管婴儿后, 就得了无经症, 以后再没有生育能力。 而那个比彤彤小八个月的孩子, 显然不是贺尘亲生。 现在, 他为了别人的孩子来求我要钱, 真是讽刺。 我让他在彤彤的墓前跪了一整天, 也不知道是他良心发现, 还是突然醒悟。 竟然第二天就给我道歉, 还说只要五万块钱给还在治病, 剩下他自己会赚。 说他对不起彤彤, 对不起我。 贺尘, 迟来的道歉比草还轻贱, 他还想要五万块。 休想, 再次得知贺尘的消息, 是在电视上。 沈宁已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贺尘被杀了。 原来配刑结果当天就出来了, 是不符合。 沈宁为了有钱给孩子治病, 让贺尘出去工作给孩子赚钱治病。 贺尘一直以为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在外面批了命地赚钱给孩子治病。 一刻都不敢停, 就怕耽误孩子治病。 白天在工地上打工, 晚上跑外卖, 每天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 沈宁正是抓住他每天不回家这点, 在家里乱搞。 没想到凌晨孩子给贺尘打电话, 说身体难受。 贺尘回家就撞破了沈宁的破事。 气得贺尘拿起刀就要砍人, 沈宁哭天喊地地才把菜刀抢了过来。 贺尘看着沈宁护着那个男人, 又和沈宁开始撕扯。 贺尘发了疯得狂扇沈宁耳光, 眼看着沈宁脸要变成猪头了还是不停。 沈宁吓得要死, 觉得贺尘疯了, 要杀他, 口无遮拦地开始大骂。 贺尘, 那个人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想让他没有爸爸吗? 贺尘听到这里,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沈宁, 你说什么? 你给老子再说一遍。 沈宁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 吓得躲在一遍, 不敢出声。 贺尘自嘲苦笑着, 我现在为了个野种拼命赚钱, 自己的亲生女儿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彤彤, 都是爸爸的错, 我该死, 我该死。 沈宁看贺尘神志开始不清, 拿着贺尘的钱就要跑。 被贺尘拽了回来, 又开始往死里打。 贱人, 骗我, 你竟然敢骗我, 就是你, 非要去泡温泉, 害得我连女儿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沈宁被掐得快失去了呼吸, 突然手摸到了刚才那把刀, 拿起菜刀就朝着贺尘砍去。 沈宁看着贺尘倒在地上, 嘴里的血不停往外冒, 抱着孩子就跑了。 贺尘的尸体还是因为隔壁邻居发现屋里传来臭味, 才报得紧。 贺尘的尸体早就面目全非, 腐烂不堪了。 最后是通过DNA才确定身份。 沈宁拿着贺尘赚的钱给孩子治病。 骨髓成功移植, 孩子得救了。 沈宁也因故意杀人被逮捕入狱。 贺尘是孤儿, 警局联系我认领尸体。 警察交给我贺尘的随身物品时, 我发现他手机壳里有一张彤彤的照片。 看到孩子的照片我彻底忍不住了。 贺尘你为了别人的孩子拼死赚钱, 自己的孩子不疼不爱, 还把童童的照片随身携带, 你不配,你不配。 贺尘火化后, 我把他的撒在海里。 他就算死了, 也不配和童童待在一起。 自从童童死后, 我就不断地陷入梦魇。 梦里的童童不停地向我求救, 让我救救他。 说他好热,好烫, 快要被烧死了。 我想救他, 可是不管怎么样都碰不到童童, 他最后还是死了。 直到贺尘死后, 我竟然梦到了贺尘向童童道歉。 童童是爸爸对不起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贺尘想要抱一抱童童, 被童童挣脱开了。 你不是我的爸爸, 别人的爸爸都喜欢自己的孩子。 我只有妈妈, 你走, 你走。 童童大喊着让贺尘离他远一点, 转身就跑到我的怀里。 妈妈, 我好想你啊, 你再抱一抱我好不好。 以往在梦里, 我都没办法靠近童童, 没想到今天我竟然能碰到了。 抱着童童小小的身子, 我的眼泪不停地流。 宝贝, 宝贝, 妈妈也好想你。 下辈子, 还做妈妈的宝贝好不好。 我一下又一下地摸着她的头。 童童开心地告诉我, 妈妈我已经和管理投胎的婆婆说好了, 下辈子还做你的女儿。 贺尘追过来, 童童, 下辈子我也做你爸爸好不好。 我看着童童躲开贺尘就跑了。 今天是童童去世一周年。 去墓地看完童童后, 我就去了孤儿院。 离婚后, 我把大多数的钱都捐给了孤儿院, 只要没事的时候, 我都会来这里看看孩子们。 今天院长说来了一个小女孩, 是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门口的。 孩子哭闹不止。 院长, 我来吧, 我抱一下。 没想到我刚把小家伙抱在怀里, 他就不哭了, 还冲着我哼哼唧唧的。 和我的童童一样可爱。 我知道, 这将是我未来生命的延续。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 名叫李玉兰。 我和老伴结婚四十多年, 欲有一子一女。 多年来, 我们一家和睦相处。 然而, 最近我住院期间, 发生的一些事, 让我对家人看法发生了变化。 那天, 我突然感到心口疼痛, 便和老伴说, 老头子, 我心口疼得厉害, 咱们去医院看看。 老伴吓了一跳, 忙说, 走, 我马上叫车送你去医院。 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后, 说我可能是心脚痛, 需要住院观察。 我焦急地对老伴说, 你赶紧打电话告诉小方, 说我住院了。 叫他们早点过来看我, 老伴打完电话后告诉我, 女儿小方听说我住院了, 着急地团团转, 马上就从单位 请了驾冲到医院来看我。 小方一看我躺在病床上, 面色苍白, 眼圈都红了, 忙抱住我说, 妈, 你别怕, 有我在呢, 我心里暖暖的, 拍拍女儿的手说, 我没事, 就是突然心口疼。 这时, 老伴的电话响了, 是儿子小红打来的。 我让老伴把电话给我, 小红在电话里 语气平淡地说, 妈, 你在医院呢? 我这两天在出差, 恐怕赶不回来看你了。 你自己注意点身体, 有什么事打我电话? 我听他语气这样淡定, 心里顿时没了底。 我忍不住问老伴, 你打电话的时候, 也给小方女婿小王说了, 我住院的是吗? 老伴说, 我跟小王也说了, 他就说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 女儿小方天天忙前忙后照顾我。 他还特意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 天天陪在我身边。 我看女儿这样着急我, 心里又暖又酸。 小方天天陪在我身边, 紧张地看着我的点滴, 检查报告, 生怕我出了什么问题。 他还经常问我, 妈,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心疼女儿这样操劳, 就安慰她说, 我已经好多了, 真的没什么大碍, 你别担心了。 小方还时不时地包水果喂我吃, 买了我喜欢吃的点心, 怕病房饭菜不合口味。 我一边吃, 一边感慨女儿的孝顺体贴。 转眼间, 我住院已经一周了, 这期间, 儿子小红打过两次电话问我情况, 但也只是简单地问问, 根本没过问其他。 女婿小王更是阴性全无, 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忍不住对小方说, 怎么一周了, 你老公也不来看我呀。 小方尴尬地说, 他最近在忙一个大项目, 可能时间不充裕吧。 我听了, 心里难免有些失望和埋怨。 就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儿子小红突然回来看我了。 他提着一大袋水果进了病房, 跟我笑着说, 妈, 你看你瘦了, 我特意买了你爱吃的水果补补。 然后又拿出一个精美的保温饭盒, 里面装的是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饭。 我高兴极了, 赶紧和他聊起天来。 小红一副关心被制的样子, 看得我心里暖乎乎的。 这一周发生的事, 让我对家人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女婿小王的冷漠态度, 深深刺痛了我。 作为女婿, 居然连个问候也没有, 这已经说明他并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 我为女儿感到难过, 他嫁给了这样一个不孝顺的男人。 而儿子小红终于赶回来看我, 还带来了我最爱吃的水果和菜肴, 这让我看到了他作为儿子的孝心。 我知道他工作忙, 能抽出时间来看我已不容易了。 又过了几天, 女婿小王还是没有露面。 小方看我脸色不对, 试探地问, 妈, 你是不是介意小王一直没来? 我沉着脸说, 我当然介意了, 人家住院, 他作为女婿也不来看一眼。 我当他是外人吗? 我冷笑一声, 就他那点出息, 也配不上你, 这几天我夜不能寐, 脑海里全是女婿小王冷漠的样子。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心想着女儿嫁给他, 恐怕日子不会太好过。 这个女婿连老丈人住院都不管不顾, 简直太不道德了。 小方脸色有点难看, 说, 妈, 你就别为难我了。 我昨天打电话问他, 他说实在抽不开身。 我很不满意这个回答, 脱口而出, 哼, 他连你生病我住院都不管, 以后你遇到大事, 他也一样没用, 就在我和女儿为女婿的事困扰时。 儿子小红又打来电话, 说他准备了一大堆补品要送过来。 我高兴极了, 对小方说, 你瞧瞧, 你哥哥多有心, 这就是对母亲的孝顺。 小红笑着说, 妈, 您养育我长这么大, 这点东西算什么? 您赶紧补补身体。 我放心多了。 小方在一旁看着, 也高兴地说, 妈, 有小红在, 你就是有一座行走的金山银山。 我心花怒放, 忍不住伸手摸摸儿子的头, 感慨道, 儿子, 妈知道你最孝顺了。 就在我认定女婿不孝, 要和女儿断绝关系时, 第十天, 小王突然来看我了。 她提着一大树玫瑰花, 走进病房, 尴尬地说, 岳母, 对不起, 这段时间我实在太忙了, 没有来看您。 我没理她, 小方在一旁急地说, 妈, 你就原谅小王吧, 她这段时间在外地出差, 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 小王也陪笑说, 是我错了, 没及时赶过来看岳母。 工作上出了点变故, 我自己也很难过, 没能照顾好小方和岳母您。 真的对不起, 看她一脸歉意, 我的脾气也消了几分。 再加上女儿在一旁求情, 我终于没忍心为难小王。 我, 手说, 行了行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你以后多关心你岳母就是了。 小王连声说好, 表示一定会常回来看我。 我看她诚心诚意地认错, 加上送来这么贵重的花, 心里也感动了。 这次的住院事件, 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感悟。 我原本以为女婿不孝, 儿子最孝顺, 后来女婿道歉, 儿子的关心才是真情流露。 这说明人不应该用表面的事 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 我也反省自己可能有些偏见。 作为母亲, 我不应该因为孩子们忙碌工作 而怨恨他们。 相反, 我应该体谅他们承受的压力, 鼓励他们多关心家人。 经过这次住院事件, 我决定以后要对女婿和女儿 更加宽容。 无论他们忙与不忙, 我都会不去怨对, 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我也要学会感恩。 因为有女儿女婿和儿子的关心照料, 我的生活才能幸福美满。 我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而不是抱怨生活中的小瑕疵。 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我的身体终于好转, 连医生都说我恢复得很好, 已经可以出院回家继续休养了。 我高兴极了, 终于可以回到温暖的家。 出院那天, 女儿和儿子都来医院接我, 小王也跟着来了。 他们三人合力把我和行李搬上车, 虚寒问暖地关心我的身体。 我心里暖洋洋的, 真没想到他们都那么孝顺我。 回到家, 我坐在客厅里望着女儿和儿子, 想到他们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我下定决心, 遗产要平分给他们两个。 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偏爱 给某一个多一些, 这对他们都很不公平。 金钱财产终究是外物, 母爱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馈赠。 时光荏苒, 我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女儿和儿子依然我关心 我的生活起居, 经常打电话问候我的身体。 就连女婿小王也学会主动问我身体是否欠安。 我欣慰地发现, 这次住院让大家的关系都更加融洽了。 我对女婿和儿子的看法也更加客观公正。 我开始学会感恩生活中一切的馈赠, 而不再计较生活的小瑕疵。 人生在世, 能和孩子们团聚相亲,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会继续爱着他们, 支持他们,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孩子们的精心照料下, 我渐渐恢复了健康。 光阴仍然, 转眼我已经七十高龄。 儿女们商量要为我庆祝生日, 我激动不已。 女儿小方忙前忙后, 定制了巨大的蛋糕和鲜花。 小王也请了一周假, 每天陪伴左右。 儿子小红从外地赶回, 送来价值不菲的灵币手表, 作为礼物。 生日那天,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我吹熄蜡烛, 许下心愿, 能和家人团聚, 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从今以后, 我会学着感恩, 珍惜眼前每一刻。 儿女们的眼睛都红了, 纷纷举杯, 为我祝福。 这是我人生中最温暖动人的时刻。 过了几年, 女儿和女婿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激动万分, 毕竟能够抱上 孙子是许多老人的心愿。 我心花怒放, 脸上尽是幸福的笑容。 我想, 这已经是老天对我最大的眷顾了。 如今我已经八十高龄, 身体虽然不如往日, 但我的晚年生活却异常幸福美满。 女儿和女婿已育有两子一女, 我和他们住在一起。 每天, 我都抱着曾孙看电视, 新生带的孩子们围着我转, 让我感到无尽的幸福。 儿子小红也已成家, 常常带着她的妻儿回家看我。 一家老小热热闹闹, 让我这把老骨头感到前所未有的欢乐和满足。 我会用这些余生好好陪伴我的儿孙们, 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秒, 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